你看一家人游玩的时候 顺便做一些善事 是不是更其乐无穷呢 音乐 音乐 只要我们正式要受五戒 八观摘戒 沙咪戒 比丘比丘尼戒 都一定要在三皈依 所以简单的说 凡是重要的事情 我们先念三皈依 就像先念阿弥陀佛一样 我们要得三宝的加持 所以我要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希望每个念头 都不离开三宝的加持 你要走路 吃饭 每一个动作 特别开车 都一定要一年三宝 虽然你很会开车 但是业力不可思议 所以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虽然你很会谈恋爱 但是感情障碍很严重 一定又会痛苦 但是什么事情都要三宝的加持 当然持戒 那更要从三宝而得戒 我们在戒场是跪着听的 坐坐坐 所以那时候我们去受戒 师父说准备好了没有 这样 所以 当然也有好处 就是在痛的时候 听得很认真 所以 不然的话 同样一句佛话 讲一百遍也没用 因为你不认真就没有用 就是说 痛的时候 你才会入心 你会记得很清楚 以前 爸爸妈妈 惩罚我们 跪下来 然后他才跟你讲 那个时候你心里就很痛苦 不是痛苦 就是惭愧 被罚跪了 然后呢 再跟你说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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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目的呢 就是要我们永远记住 如果还记不住 再加两边 这样 那你就会记住了 这个就是佛法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当你感觉到痛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开悟最好的时间 所有痛苦都是觉悟的助缘 但是现在末法时代了 可能不行这么痛了 因为就没人要学佛了 所以这个就是时代不一样 人的心脆弱了 如果在佛陀的时代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一讲法 比丘就跪下来 合掌 对不对 然后呢 就在那边听 也入定了 他根本放下自己的身体了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再痛 最高兴 消业障 消业障 所以我想各位 八十八佛 鸿鸣宝灿 八观灾界 就一直在消业障 但是这个讲法是自私的 为什么 消我业障算什么 消众生业障才重要 所以我想各位归一受五戒 各位都受过了 干嘛再受 来 为众生受戒 持戒功德 回向众生 各位说法很重要 说法就是一种思想的传递 各位一定要学这个 你念奥马尼变弥呼 念阿弥陀佛 一定要有这个思想 那这个最圆满的思想 是佛的思想 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 咒的前行愿跟思想 这是最好的 除了这个思想 再加上你对他的特别关系 因为他是打仗死的 他一定在怀念家里的人 所以我就帮他写 此人之父母眷属 因为军人死掉 一定想他家里的人 那你要想到这个 因为有时候你超度 他还超度不了 因为他希望你也超度 他家里的老妈妈 这样 所以那你要 你要把思想交给他 他也会引导你的思想 去想到这个 这个各位要学 所以为什么当然 修行到一个真实 要利益众生 要有他心通 这个意思 但是现在的痛苦是 鬼有通 人不通 鬼都有他心通 知道你在想什么 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侵入你 反而我们现在 在这个末法 就像晚上戴着墨镜一样 所以自己也看不见 但是你要用心 去跟他感应 现在可以做的是心态 这个末法没有很少神通会穿墙走壁的 因为这个末法 但是心可以 但是各位一定要 念起用你的心去体贴对方 用心跟他说法 所以感动他 安慰他 给他做功的 超度他 引导他 一心念佛 求神净土 观想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特别各位要受戒 要短期出家 这些累劫累事的 我们跟他有缘 欠他在的 因为我们而受苦了 他会一直来祈求 所以不得不像我们 有人问我说 师父这样有没有一点浪费 天天烧 天天拜 因为天天有天天不一样的受苦众生 以及跟我们有缘的 那我们修行的人就希望 这一辈子把累劫的冤亲在主 都给超度了 好不好 这一辈子是我们最后一次做凡夫 因为你去极乐世界再来 你是菩萨了 但是无论如何 包括佛陀都在偿凡素食的一夜 佛陀的腰痛到不行 时时刻刻不小心天气很冷 因为印度很冷 到了晚上很冰 所以晚上的腰就不太能动 为什么佛陀过去摔跤的时候 把人家的腰给摔断 断成两截 对方这样而死掉 所以生生世世讨报 佛陀说 虽然我肉体成佛了 但是还有这个缘起的夜报 就像悟达国师 持戒精进十四 那造错就找不了他 等他一放逸 一个气 一个傲慢 那么就附在他的气概上面 叫人面娼 那我希望各位都有这个感应 是因为这样我们就知道 怎么帮别人 因为你自己的过程 从痛苦到好 或是每一样的过程 那你就可以知道 别人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各位如果要发菩提心 我们这次短期出家的目的 是为了菩提心的修行 那这个菩提心 它是以空性做基础 那什么是空性呢 就是感受到所有众生 息息相关的感受 就像你的儿子 肚子痛 妈妈一定心痛 你的亲妈妈在急诊处 你也会很痛 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是没有 是万法的依靠 息息相关的关系 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会想要帮助他离苦 这个叫悲心 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要发起愿成佛的菩提心 来修功德 对他比较有帮助 因为菩提心是消业障 最快的方法 那不要说消自己业障 就是你用菩提心 来做这个点灯点像 像各位今天很忙 早上就开始受保管再接 甘露失时 药师焉供 点灯 等一下中午有时间要供水 一直做功德 那现在要三规五戒 等一下要短期出家戒 我们要把握 时间 如果每一个动作行为 都怀着菩提心 那产生了福报 力量很大 可以去消除众生的业障 当然更能够净化自己的业障 因为现在的人 怕什么 就是怕生病 你必须从他生病里面 去告诉他 相信因果轮回修行的方法 所以 因为现在人不像古时候的人穷 现在有一点方便 有一点钱 但是就是怕生病 或是感情的障碍 所以我想各位再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 现在路边有人车祸了 你马上在路边为他发个愿 我以我发菩提心受五戒的功德 或怎么样 或是发一个新的愿 再加念三遍地上经 回向给你 就消除他们之间的对立 这个就是慈悲 你让这个人免得受伤死 你让那个冤千代就超度 那你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两个福报 两个成佛的祝缘 所以我想为了如此 那特别我们今天要受五戒 我们一定要确实地了解因果 好 所以我讲这个呢 前面后面要受的这五条 大概人人都在这上面 所以五戒者就是不杀生 因为这个杀业 会造成车祸 意外死亡 特别是杀人 他一定会来报仇的 所以我们要坏着菩提心 受这一条戒 除了不杀生还要进一步放生 吃树救命 各位希望能够用无上菩提心 那当然无上菩提心就是代众生 众生造恶业破五戒的果 我来受 我们发菩提心 不杀生 还吃树放生 普度众生的果报 回向给他们 各位要用这样子的 无上菩提心来求受五戒 那所以一个优婆色 优婆意 它基本的 它就是守五戒 那五戒的意思就是 来不伤害任何众生 不伤害对方的生命 不伤害对方的财产 不破坏对方的感情家庭 不欺骗对方 来自保持正念 不喝酒 因为你喝酒 就像开车一样 讲话就会讲错话 开车撞到人 也会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所以心也不能够安定 所以要做一个三宝弟子 基本上要圆满五戒 这句话最重要 赤诚之心 念到哪里就观想什么 念到哪一尊佛 佛来加持 所以念到真华长老 我们见过的真华长老 全身放光 上品菩萨 加持我们得到这样子的戒体 所谓菩萨戒 一切都没有想到自己 不管吃饭做什么 都想到众生 他有饭吃 他有衣服穿 他可以皈衣 他可以受戒 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用心跟所有众生沟通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他 但是我们的心可以感受 我们的心 他可以知道 一棵石头也好 一棵树也好 一只蚂蚁也好 你用你的最圆满的心 因为修行就在修这一颗心 我们平常很容易生气 很容易计较 很容易懊恼 我们的心又乱掉了 但是尽量减低他的 发生的次数 尽量减低 现在每一个境界都让我们 就像各位你看到一只小狗 好可爱 想要抱他 亲他 因为那个时候你最快乐了 也就像你去放生的时候 你最快乐了 所以当你用一颗圆满的心 一个爱心 一个悲心 一个菩提心 所有的痛苦就不见了 但是千万不要被你的烦恼打倒 我怎么办 我又生病了 我缺钱 我怎么办 那叫烦恼了 这些境界一来 你赶快转化 为了如此你平常就要练习 我想我们的心可以骗你切除 所以各位要练习就要这样 不然你要跑到什么时候 我也跑不完 所以用你的心 所以叫再念一次来 入法戒心 入法戒心 哪一天你成佛了 你到非洲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在那边 不是因为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本来就在那边 只是你在那边念 或是观想 就把这个力量 就像卫星频道 遍一切处都有卫星频道 只是你有手机就接得到 就可以产生功能 所以如果你能够修到 入法戒性的一个空性 那任何地方都有你的力量 透过你 可以把佛菩萨的力量 融入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叫菩提心 骗一切处 所缘一切 有情非情境界 你要经常跟他们连在一起 关心他们 而发起无上菩提心 要这样来做每一个动作 来受戒 那我想等一下我们念这个 忏悔的时候 那各位要一一的承认 从已无死以至今生 我们过去曾经把佛像打坏掉 把佛经烧掉 甚至把出家人杀掉 逼他还属 做一禅题 一禅题就是不可能成佛的人 在这种现象我们都做过 棒大秤经典 哎呀 那个论言经不是佛说了 那个密宗不是佛说了 如何如何 那个叫毁谤 毁谤佛法 让人家没有办法去达到空性 所以当然跟你有缘的 你还是要不断的回向 所以后面写的这个 我认为每个人都要承认 因为我们都杀过自己父母堕胎 杀死那只狗 杀死那只猫 所以 等于要杀死你的兄弟姐妹 一样出佛生血 瘀生血染 就是伤害了出家人的地方 把他弄脏了 侮辱了 破他犯恨 叫他还属 跟他谈恋爱 魂匪塔式 道用生物 起诸邪见 不信因果 波无因果 辖尽恶友 接近 所谓辖尽恶友就是 接近恶之士 违背良师 善之士跟你讲好话 你都不听 所以叫你东 你要西 所以 见闻随喜 看到别人做不好 我们还要说 这个对 所以各位你要求 这些我都犯了 从杀父母 毁谤三宝 要虔诚的忏悔 而且 在列诗 愿待众生做大忏悔 愿待众生做大忏悔 特别各位在其他宗教 很多宗教 看不起佛教了 现在在泰国南部也好 孟加拉也好 正在大量的杀出家人 尤其在孟加拉 因为 因为 这个消息被封锁了 所以 他反正看到出家人就杀 因为 这个是很正常 在其他宗教 他认为 甚至有很多宗教 把佛教当作魔鬼 当作魔鬼 所以 要犯这个 造这个业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甚至我看过 其他宗教 把佛像 到人家家里 把佛像来 当木材 这样 把他丢掉 说你们拜的是魔鬼 所以他也不是故意犯错 但是因为 他接近了他的 一个错误的想法的时候 他认为 去伤害这个 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去杀害你 他还可以升天 所以 这也是一个业 实在没办法 所以呢 那要认为 我们都做过这种事 所以今天要发露 发露就是 从内心里面 肯定 我 我造了这个恶业 你偏光不要说 没有没有 我真的杀死父母 我真的毁谤三宝 我真的杀死出家人 这样带着众生 求爱上 忏悔 唯愿三宝 慈悲设受 那当我们拜的时候 一跪 放尽光明 照处我身 从今以后 这个我不是你自己了 我们这个身体 代替所有造恶业的众生 当我们一拜下去的时候 诸佛菩萨放光 造处 所有众生 当然 把万一的身体 让所有恶业 诸恶消灭 三丈捐除 这个三丈就是贪嗔痴 也包括烦恶的障碍 业报的障碍 跟果报要下地狱的障碍 那叫烦恶障 业障 果报的障碍 副本心缘 我们虔诚忏悔 三宝一加持 恢复自信 旧信清静 各位你要相信 不怕你造多大的而已 就怕你不懂得忏悔 你要是真心忏悔 各种业障都消除 当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冤心在主 也跟着我们的忏悔 众生也跟着我们的忏悔 过去我们杀掉了 堕胎胎儿 你也向他忏悔 他也跟着 他会被杀有他的业 他也在忏悔 所以这一段经文 我想各位这一本 念完以后 这次带回家 每天念一遍好不好 这个忏悔记 非常好 而且要拜到入心 感受到 造这个恶业的苦 而虔诚忏悔 一拜完以后 全身毛细孔发烫 流汗 好像流血 一样啊 所以各位你忏悔的时候 有感应是最好 各位忏悔过去恶业寂静 那也希望 各位今天 以菩提心受五戒 那生生世世 你都愿意受五戒 而且站在立他的菩提心 生生世世 很多人因为你的引导 也愿意受五戒 这个五戒 听起来简单 但是呢 要守得圆满 不容易 叫此戒胜难 能为生文戒 菩萨戒 要做根本 那各位要 受短期出家戒 都一定要先受五戒 乃至要受 沙密戒 比丘比丘尼戒 都一定要先受五戒 做基础 那各位要受菩萨戒 那更要 受五戒 进一步 十三戒 做基本 才能够受戒 戒有五种 一开始 从不杀生 到第五条 不饮酒 若受一戒 是名一分 忧婆舍 或忧婆仪 两分 叫少分 三分叫中分 四条叫多分 五条叫满分 所以能够圆满 具足 受此五戒 就名为满分 忧婆舍忧婆仪 如今 欲受何分之戒 当 谁欲受 但是因为各位要 受 短期出家戒 所以至少这段时间 要满分 受 你自己心里知道 那我们 舍戒的那一天 当然 你才恢复 假设你本来 只有受三条 平常 那你就恢复三条 受三归一 上来 既忏悔罪业 这一辈子 又能够没有遮难 这个时候 身跟心 都没有污染 所以我等 为各位 秉宣 三归一 这个时候 正是 接纳戒体之时 但是最重要的 各位要搭 要发 上品 就是无上菩提心 来纳受 无上菩提心的 无戒的戒体 如果站在 人天福报 受无戒 比如说 受一条 不杀生戒 有五个互发神 但是如果 站在 为了众生 也希望众生 都能够离苦 成佛 那你受一条戒的功德 那就满天上的 互发 善神 都互成 随着你的发心 如果你今天受 不杀生戒 你还进一步 发愿 愿这个世界 所有众生的 杀业 都我来承担 我要积极地 劝人吃素 放生 爱护生命的功德 不施给他们 以这样子的 快速的 阿迪霞尊者 从荆州大师 学来的 自他交换 那事实上 这是释迦牟尼佛 最殊胜的教法 自他交换 所有众生的恶业 像风 很快速地吹给你 你自己的 所有善业 更像细胞 吹出来的风气 不施给对方 那么发起这样的 无上菩提心 来纳受戒体 那更是圆满 所以每个人 现在都是五分 因为在短期出家期间 有些是进行授 有些是用无上菩提心 发愿敬畏来济 而且更是最高的 自他交换 那么愿引领所有众生 都能够发菩提心 受五戒 那是吃素 放生等等 就像一个妈妈 她呢 很着急 就是希望她的儿女 能够跟她一样 皈依三宝 受五戒 对她生命才有保障 那事实上 妈妈对儿女的心 就是这种心态 把这种心态 对每一个众生 就变成无上菩提心了 因为你把所有众生 都当作你的母亲 你的子女 因为忏悔 三宝的加持 各位累劫累势的恶业 杀生偷到血淫忘语 喝酒的恶业 就这样消除掉 不但如此 也是引导众生 消除恶业 所以要这样观想 那为了保护戒体 一定要好好的持戒 那所有众生的法号 叫戒福 希望他们得到持戒的福报 至少马上脱离三二道 有升天大富贵的福报 乃至以此功德 回向当下超度 去极乐世界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世间的一切都是 无常苦空无我 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真理 列一下 诸行无常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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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法无我 诸法无我 涅槃即尽 涅槃即尽 一切佛法如果离开这四条 就不是佛法 佛法是让我们看到 这个世间万法一切的真实的面貌 这个叫行生波罗波罗密多史 佛陀他为什么视线跪为一个转轮圣王 而要舍离这个世间 特别看到了老病死 他就马上升起了世间的逼迫感 而升起了出离心 后来到第四个门 看到一位近居天的天人 故意视线的出家人 让希达多太子了解了 世间本来就是苦 如何出离世间 乃至所谓的出离轮回 才是生命的归处 但是世间的所有人 因为无名 就像我们从小被教 要读第一名 要成功 要做大事 所以甚至父母 要我们赚大钱 买房子 结婚 生小孩 所以 就像佛教里面有个故事 有一只猴子在找东西吃的时候 突然听到不知道什么声音 他以为 什么野兽来了 要吃它 它就赶快跑 当猴子一跑的时候 狐狸看到也跑 所有动物看到都赶快跑 然后呢 所有动物都往悬崖旁边跑 终于到悬崖了 大家都停下来 就开始问前面 你为什么要跑 问到最前面 就问那只猴子 你为什么跑 我也不知道 我听到有声音 这个就是 佛陀告诉我们 世间每个人 都是如此 跟着别人的想法 在做 认为这个是一个传统 反正 就是要这样 就是要那样 就像小时候 我拔牙齿 妈妈给我说 到外面 我说干嘛 丢到屋顶 我就问我妈 为什么 反正大家都这样 这样比较好了 好吧 那就丢吧 上面牙齿 丢床下 下面牙齿 丢床上 有时候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但是这个就是 世间的无明 要没智慧 那我们学佛就不一样 各位什么事情 都要想清楚 看清楚 这个佛教里面叫 观 正观 观是音的观 观就是一种 智慧的了解 所以 诸行无常 凡是存在的 包括生命 包括爱情 包括地位 包括财产 这些你都 带不走 变化无常 就像刚刚他们跟我说 师父 明天 白天 停电 我就认为 正常 因为变化无常 早上我们 哎呦 赞民说 赞民说 师父 前面山寨起火了 我们很好奇 起火了 起火了 就跟当地人 当地人说 正常 经常会如此 起火了 会不会烧到这边 正常 我在想 没有错 我有一些 有一次去新加坡 整个都是雾 原来是 印尼在起火 烧田 新加坡也一直抗疫 所以对印尼来讲 什么时候会起火 不知道 因为山上太阳大 所以 天气热 或种种因缘 反正就是会起火 跟美国洛杉矶一样 所以 所谓出家的意思 家就是一种逼迫 我们中国人写字 一只猪 被关在里面 不自由 那猪代表什么 贪 我们人因为有贪 我要爱情 我要传重接待 我要钱 所以 他就组一个家庭 买一个房子 把自己 关好在里面 甚至把老公关起来 你不能外面找女人 所以 这个叫执着 我要去抓住他 但事实上 这个世间 凡事存在的 都像各位看得见的 这些香 这些花 这些灯 包括这场法会 也是一个无常变化 那在这一点 各位一定要思维清楚 而不是说 听说短期出家有功德 我要来去出家 那功德是来自于你了解出离心的意义 而不是李光头 当然我也发觉很多出家人是 他也不了解出家什么意思 反正看你们出家人蛮好玩的 在家里跟他老公天天吵架 那就出家好了 所以 然后就住在那边 然后继续吵架 因为 他要去改变别人 他要跟他 别人要跟他配合 他看不惯他就要骂 他不了解 这个世间一切本来就是如此 变化 无常 苦 空 什么叫无我 你没办法 这是个夜报 你没办法去改变了 很多事情 他有一点注定好的 我就是永恒不变的意思 我就是可以单独存在 主宰他的意思 这个世间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以为出家以后就可以自在 那是说有修行才会自在 你有把这个出离心 这个租行无常 体悟清楚了 这个租法无我 体悟清楚了 这个有受接苦 给你做会长 给你做主持 给你一个快乐的任何一个感受 最后一定痛苦 为什么 因为无常无我 所以涅槃极尽 唯有你的心 涅槃 不生不灭 对外在的变化无常 对种种的侮辱 你能够全然接受了 那你才可以快乐 快乐不是满足欲望执着 快乐 是接受它的变化 快乐是了解无常无我 而不会贪爱执着 所以念一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这个是世间的真相 凡事存在的 包括生命 包括天气 变化无常 它时时刻刻在 生生灭灭 跟天气 跟天上的云 没有一秒钟是一样的 因为一切法都因缘所生法 随时在改变 那后面这两段 才是修行的意义 来 生灭灭 即灭为乐 不再我想要了 不再我不要了 不会再起心动念了 所以阿罗汉叫无身 阿罗汉这个无身 讲的是心态 心里不再起探秤词了 菩萨叫无身法忍 这个法是变化无常 但是菩萨能够全然接受 叫忍 而不起心动念 对外在的生灭变化 他内心接受 无身法忍 那你才有资格做 帮助别人的菩萨 不然你帮助别人 你会 你会 边 边做 边骂 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做事 很喜欢帮忙 就一直抱怨 一直抱怨 老实说 这个世间 哪有一个 真正好的 所以那天有个女孩子问我说 师父 到底要不要结婚 我说你要找什么人 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他结婚 我只能回答他 好男人可能都出家了 这个有智慧的 哪有不出家的 你要去找一个爱你一辈子的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了解 不然你就有个执着 执着感情叫情直 对不对 满足自己的想法叫我直 那你永远会痛苦 所以我想我们办短期书家 不在于这个仪式 我一直强调 不在于 你有没有这样的了解 你从这边 法会完了 你这个人呢 变了 不是改变了 是接受一切 不管别人给人讲什么 你可以接受 但是你只是希望 伤害减低一点点这样而已 你不会考虑自己的问题 但是别人勉强 你还是接受 因为这是 他有他的因缘吧 离婚了 小孩子属于太太 还是属于老公的 当然你希望不要离婚 就算离婚 希望小孩跟你在一起 但是结果怎么样 你都可以接受 你不会在那边哭啊 闹啊 委屈啊 因为你知道 这是无常的 他有因缘果报的 该属于谁的 好像也跑不掉了 因为只有他的前因后果的 我讲这个是 希望各位一定要好好思维 这个道理 不然呢 哪一天你想要出家了 你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出家 然后你还是烦烦恼恼 所以我出家虽然没有很长很长 但是将近快三十年了 但是我发觉很多人问我这些问题 特别是出家人 甚至是大部分都是比丘尼 我会觉得他们有时候比较苦一点 为什么 就是执着烦恼 甚至来跟我说 师父我女儿要结婚了 我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要回去啊 参加婚礼 我说你带个假发去吗 你去干嘛 跟你有什么关系 然后 我知道后面还是去了 随便她 后来结婚 又来找 师父我女儿跟她老公合不来 孙子怎么办 那我去带好了 我说你要去做阿嬷 你不是出家了吗 她还是放不下 结果还是去带孙子来了 所以 因为她从来不了解 但是她不知道 她不是说不努力 每天冲啊做事啊 她很喜欢做 但是她完全没有出家人的 心态这样这么说而已 但是又误以为自己是出家人 要去管再家人 或是我出家比你久 要管你刚出家的人 但是我知道她的观念是错误的 而且很多人都是如此 当我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你要马上回光返照 你现在这辈子 到底什么放不下 看不清 这是短期出家的意义 而不是说你这次有没有剃头 有没有真出家 我们最怕的一个事情是说 这个人没有真正出离心 却要来出家 我们这一团会给他弄死 所以 因为有出离心的人 大家在一起修行 不会找对方麻烦 也不会干扰对方 因为 所谓出离心就是 他知道轮回很苦 轮回的因就是来自于无民 无民生起来叫贪嗔痴 生气啊 嫉妒啊 骂人啊 懒惰啊 这样啊 种种这些 那有出离心的人不敢生起这个念头 所以尽量忍辱委屈的配合别人 因为一起心动念就很苦 很苦 就像我老实说 我是跟各位一样 有结婚 有小孩 有事业 有家庭 有父母才来出家了 当然我要出家的过程 公司里面啊 包括那些过去一起做事的 同事啊 股东啊 他们都不理解 不谅解 这还小事 钱嘛 钱可以解决 但是感情上很难 对我过去的太太 就像要把她拆成己绊一样 让她死得难看 这样 因为她不能够理解 她只有一个想法 那我跟你一起出家 她最后只能讲这样 而且带着小孩 那我说 那我们就住在家里就好了 那根本也不要理光头啊 那出家什么意思呢 所以 因为她没有处理心 但我不会是怪不怪 我认为 这就是我要出家的意义 因为 他们没有处理心 对我儿子而言还比较好 好吧 你先去出家 我照顾阿嬷跟妈妈 他至少还知道 出家是对的 但是她现在因缘还不足 她接受 甚至她被惩罚的时候 以为她护持我出家 她就挨打了 她不愿 一点都不愿 因为 所谓出力心的人是对方伤害你 你也不会怨他 因为 我就是不想生气 我就是不想起欲望 因为这个会痛苦 也会造成别人痛苦 所以你打我 那时你嗔恨心 你很痛苦 但是我不会再嗔恨心 这个叫出力心 所以我想讲的是 我必须用各种方法来解释 什么叫出力心 什么叫放下 什么才叫自由自在 那这才是办短期出家的意义 不然我发觉很多人 还是很烦恼 包括出家人 很烦恼 就是说顺境的时候 心情很好 逆境的时候 他处理不来 所以各位你要把这些状况 都放在你面前 你最在乎的 如果变化的 你可不可以平静地接受 还是说你还有一个什么想法 想要去追求的 那你要去分析 因为这个世间 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 凡所有像 皆是虚幻 这些都不是真的 不管你看到你儿子 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到了快解脱 来自另外一个层次 魔就会来考他 你最爱的儿子被杀 你最爱的女人被强奸 你所在乎的东西 他会 魔会现这个像 让你认为他是真的 然后看你能不能超越 所以包括佛陀最后都实现 魔王百千万亿来攻击他 他不但如如不动 还生起悲心 叫慈悲三妹 三魔女这么强的性感的来诱惑他 那么他也不会起心动 他只能看到他的不镜像 不清静 那当然佛陀这样实现 那各位就是我们要学这个 到底你还在乎什么 所以 为什么要了解智慧 那就读心经 看很多佛经 那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个道理 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菩萨道是这样 别人任何发生的事情 都当作是你的 借这个机会来修处理心 也借这个机会来圆满大悲心 因为众生都是无名 想要抓住什么 不能失去什么 就像那一天我看到一则新闻 一个影星吧 他妈妈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在片场正在拍片 他说这个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好孤独哦 你看这句话 满边都是人 然后那个男主角 假戏真做就抱着他哭 然后后来他们两个就搞外遇了 男主角是心软了 本来在演戏 拍片了 他妈妈死了 他孤独了 是吧 他也用世间法去安慰他 他还不知道他自己男主角 后面还有家庭 对不对 但是这句话 各位你要发生在你身上 当你一个人什么都没有 房子也没有 儿女先生太太都没有 就你一个人 请问这个是快乐还是痛苦 那你可以出家了 真的啊 要讲真的不是假的 有些人是快乐 但是放不下 知道做不到 我记得我出家三年 有一位大老板 哇 跟我说他做了很大生意 又黑道又白道 说来出家 我说你就出家就跟着吧 跟了再说 能力很强 管东管西 大概跟了 大概不知道几个月 忘了 那我说你家里 放下放下 放下放下 后来有一次在高雄 他太太带了两个小孩 要来找他 他问我 我说来就来 你也不用管他 反正你就照参加法会 你也不能叫他不要来 这倒茶 但是你不要 他后来说师父 没关系啦 我跟他见面几分钟 聊一聊 这样就好 我说要我不会这么做 也不需要 你要聊什么 请他们出家吗 你要聊什么 后来他还是说 那师父给我一段时间 我说好吧 你这样决定吧 他进了房间 太太带小孩来 小孩就哭 哭一哭就一起回家了 我就跟他说 我早给你说 儿子哭 两个儿子哭 抱太太又哭 那你心就再见了 这个出家很伟大的 非将相之所能为 不是一般人 各位你感情脆不脆落 这就是你出不了家的原因 这就是你不知道 佛法重点在哪里 你有一百个理由 你有一百个理由 事实上那些是骗你的 加了毒的糖 你千万不要碰 你吃还没关系 还拿给你太太吃 甜哦 很难给你儿子吃甜哦 我要你永远中毒 因为他会苦了好几百辈子 所以叫爱和千尺烂 苦海万重破 这个万就是一万 百万次的轮回 都是因为这个爱 我爱名 我爱地位 我爱男人 我爱儿子 我爱女儿 这个爱 现代人找不到爱 还就抱一只猫来爱 我认识几个比丘 你都养了好漂亮的狗 对我很好 海涛法师我知道 你很喜欢救流浪狗 我们都是爱狗人士 我说我不是爱狗人士 我是救狗人士 我才不爱狗 你才爱了 我不爱 我只是救 我连猪都救 难道我说爱猪人士 但是他们每天就抱着那个狗 我只觉得 他们请我去传戒 我说你们叫我传戒 你们不像受戒的样子 这个传戒变成你们经济收入 他把狗当作命 我说如果按照我师父说 你已经还俗了 俗心 因为你有个爱 很疼那只狗 转移感情 虽然没结婚 却转移感情 所以 各位在这一点 所谓出家界的 得到这个借体 不在于疑似 而是你真实有没有 全然放下 只是你现在因缘不足 因为妈妈还在生病 因为还在贷款 因为各种理由 可能你因缘不足 但是心已经不在世间 心里向往的是 如何去普渡众生 而不是要逃避 站在大乘佛教 一切都是回归菩萨道 所以就像我要离开家里 我太太问我 为什么哭啊 为什么 我们家这么好 我们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 她问了一千万亿个 为什么 没有人比你现在条件还更好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他吗 我说你不要这样说 我不是因为你讨厌你 你千万不要这样说 老实说 我自己都知道 我离开你 后面几百个男人等你 别人还怕我吃醋呢 我连吃醋都不会 各位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连吃醋都不会 这一点是我要问自己 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说 世界很多生命 众生很痛苦 我们不能在这边享受 我们自己的福报 乃至儿女 伦常之乐 这不行的 如果我可以享受的话 我等于舍弃了所有众生 所以我师父给我说 这个思想就是 过去是受菩萨戒的思想 你过去是如果受菩萨戒 菩萨戒是不能舍戒的 生生世世跟着你 你只想要去帮助众生 没有其他事好干 你不会觉得自己得到什么快乐 别人会很羡慕你 因为你一直修福报 所以生生世世当然有福报 但是你不快乐 就像西达多太子 不快乐 达摩祖师不快乐 金地藏比丘 他在韩国也是个王子 不快乐 因为一个有出离心的人 他不会因为爱情 因为金钱 因为健康 因为什么而快乐 他没有这个快乐 他唯一的快乐是慈悲 能够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好 去救度一个众生也好 但对他来讲 生命是永恒的 因为他认为 唯有慈悲才是他生命的全部 他可以百千万事的去轮回 去慈悲 而不是去跟人家结婚 生小孩 占有什么地位 所以 当然这是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思想 所以我不想结婚 但是我也不想分家产 好像我也不想要拥有什么很多金钱 但只是我爱上了赌博 好像没钱不行 没有钱就不能赌了 没有赌本 但是 当然至少还有一个小小的出离心 不会去追求这个 当然后来我结婚 我可以说是被追的 因为我的丈母娘来告诉我 你一定要娶我的女儿 再来我要跟你住 我一听 他为什么要跟我住 因为他被他儿子 有一点逼迫 被他儿子打 他很苦 所以 当然对我来讲 我一听 我心里就 也不是因为爱情 我认为 这个老人 家里有钱 他很苦 所以我就赶快找一个地方 给他安顿 然后呢 就是因为这样 就结婚了 对我来讲 当然我这么说 所以对我来讲 出家很容易 因为我没有这个情字 但是后来我生了小孩 我就完蛋了 因为我就掉下去了 所以如果不掉下去 就没那么难过 那一掉下去 完蛋了 这个要离开 苦啊 所以 这个挣扎的过程 叫修行 我认为 修行没有修洗的一点 不是说 我那时候挣扎了 我儿子以后 我现在就不用挣扎了 我要随时保持这种 挣扎的状态 努力的去帮助别人 但是又不能有一点点染住 甚至现在的苦呢 就是苦到 完全是非洲猪瘟 哎呀 那些猪被杀苦 养猪妇也苦 这个世界很苦 所以这是我们生命 唯一的意义 但这里面没有说 我喜欢不喜欢什么 那所以 我这么说的意思是 各位必须要 经常的去回光返照 这个叫禅修 观修 自己有没有真实的 这个出离心 空性 而千万也不要说 我出家 我就要读什么经 我要去读佛学院 我要去干嘛 这个想法都不是正确的想法 因为读佛学院也好 留学也好 它有它究竟的意义 在哪里要抓到 如果说只是为了 别人读书 所以我读书 别人拿到学历 我有学历 别人毕业 我毕业 别人闭关 所以我也闭关 但是你没有抓到 那个异议 然后就像我们今天 要短期出家 你没有抓到 那个异议 明天要受菩萨戒 你没有抓到 那个异议 那你去受了一个菩萨戒 那全天下还骂你 你看 那个人你看 说他是菩萨 你看 所以在这一点 那为了要 大家受这个短期出家戒 所以必须要了解 处理心真实的意义 轮回的一切 通通是苦 必须这样说 我经常讲一个故事 我们有七个刚出家的师父 然后踢完肚以后 然后后来我又带他们来找我师父 我坐在旁边 那我师父就问这七个刚出家的时候 你们觉得这个世间 什么事情 最快乐 结果各自讲一讲 我师父说 那你们都错了 这个世间只有一件事情 出家快乐 这个世间没有一样快乐 出家也不是快乐 出家有可以离开痛苦的机会 解脱的机会 没有人说我要被关在监狱很快乐的 每个人关到监狱只有一件事情 想要离开监狱 每个人生病的时候 痛得要死 他只有一个想法 赶快不要生病 这个就是比喻这个了 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有家庭 有外表 有钱 有地位 你还觉得蛮快乐的 蛮骄傲的 那你不叫处理心 甚至你虽然现在没有拥有 但是你心里想着一个东西你想要得到 那你还是执着 就像有人跟我说 海涛法师你让我跟你出家 我一定很快乐 问题我跟他说 问题我不快乐 因为你把快乐认为跟着我快乐 那我不是很痛苦吗 快乐是你现在自己单独就可以拥有的 不管你在得癌症的状态 不管你在被强奸的状态 对你来讲 那个只是一种消业障的一个感受而已 受想形式 都是虚幻的 空无自行的 这个受想形式 身体 感受 思想 意志分别 没有一个是我 没有我在里面 故空中 你觉得还有一个我在里面 我的身体 我的感受 那你就不了解佛法 所以我想 当然我这样讲 各位现在还做不到 但是至少生起出离心 而生起惭愧心 这样的 原来我还是喜欢喝酒 解释意思吧 原来我还放不下我儿子 原来我还放不下我的家庭 那至少你找到重点了 有知见 叫正见 那还好 一步一步来 但是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才是问题 所以 当然在这一点 希望各位多跟别人讨论 甚至 跟出家人 至少出家人他出家了 他 在这一点比我们强一点 那为什么 你们跟我们差在哪里 如果大家都离光头就一样了吗 不一定 因为心态一不一样 但是 出离轮回的决心 是因为了解 轮回的一切都是苦空无常 苦的 逼迫的 但是这个还不是佛教的意义之所在 佛教目的虽然是离苦 但意义是 所有众生皆离苦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讲的是空性 这个世间没有你单独生命的存在 一切的存在是一核相 是没有分别的 印尼等于我 新加坡等于我 男人等于我 任何东西都是我 万法为心所限 这个是大乘的磨合般若 佛陀的思想 万法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是你解脱就算了 而且万法的存在都对我们有恩 众生都是父 所以各位要知恩念恩报恩 以出离心做基础 要知道所有众生世界对我们的恩 你要从出离心而变成一种慈悲心 变成一种菩提心 而来对待众生 所以各位听我这么说 假设我们大家要在这边待一年 你就会看到很多事情 甚至跟人家吵架 甚至这两个搞一派 甚至那个人跑掉了 你就会了解 原来出家是如此 我告诉你 寺庙的问题比你家问题还大 因为寺庙有时候来出家的人 观念不正确 他就是斗了更厉害 因为他跟他老公斗一辈子 来这边要跟你斗了 他跟他老婆合不来的 他要来这边跟你玩的 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世间的真相 末法真相 但是这个你都要处理 这个叫乏忍 你只是看生起悲心 但是内心里面知道 接受 正常 就像你的指甲会长 就像你的头发会长 会生油 不洗不行 正常 世间的这种苦 所以是正常 因为也因为如此 可怜对方 叫慈悲 因为对方不知道 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 你除了要有这个 自己不执着的处理心 对外在的这些不清静 变化 烦恼 你都还要只能用一个悲心 你不能跟他对立 所以我想这是因缘吧 凡事讲因缘 那诸佛菩萨都会借很多机会 来跟你考考试 或者一些护法神 事实上也是自己夜报的显现 从这个夜报显现看 你的心平静了没有 所以唯有用平静的心 在生起慈悲心 这是我们唯一存在的意义 也是半短期出家 唯一的意义 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变成一个平静 又慈悲柔软的人 好不好啊 就这样就好了 没有什么要求 平静就是空性 接受一切 但是对万法 我就用慈悲对待 这样而已 所以有一次我在出家一年半 我住在恒春武共寺 结果我去厨房呢 然后在洞里面 他头在里面 身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蛇 我就跟他讲话讲了老半天 这样 我说你不要跑到这边来 这危险 我被抓到 但是我知道他要来吃老鼠 我们厨房有老鼠 老鼠不敢去外面 但是我不知道那蛇这么厉害 这么粗还可以 这么细也可以钻进来 我就跟他说了老半天 蛮大的一只 后来跑掉了 我就问人家说 那个身体黑黑的 中间一截一截白白 小小那什么 眼镜蛇 我哪里知道 我跟他讲了老半天 我对他很好 然后他就跑掉了 所以我就跟那些老鼠说 小心哦 外面蛇事单单 你们这边喂饱一点 不要乱跑 后来我就开始买蛋去外面给蛇吃了 先跟那些蛋念一念 做功德 这样 所以 当然我就有一个体悟 我原来在读的蛇 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怕 这个叫没分别 如果我知道他是眼镜蛇 我就赶快跑了还跟他说法 我就是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说老半天 他就乖乖走了 这个对我是很大的开悟 原来在我平静的时候 用慈悲 蛇会听我的 所以后面我又碰到 原来我们横春都是眼镜蛇 不是光来一只 我都不怕了 所以有一次他们又看到一只眼镜蛇 我就跟他那边讲老半天 不要乱跑 我鸡蛋放在那边 你怎么跑到这边来 你赶快去 不要被看到 他给我转个头 然后给我吐 但是我知道他眼睛在笑 就走了 因为我已经有经验 因为我不用怕他 而且我十五个说 你也不用怕 如果你杀死过那只蛇 就算你睡觉 他也会咬死你 各位你要分析这个 分析到你不会怕 如果是因果 我完全接受 如果我没有这个夜报 那你也不用怕 那你要让你的心平静 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了那么多 这是一个动机 如果你有这个动机 我们修行的动机 短期出家 目的是为了 生起一个出离心 再把出离心 转为一种大悲心 来受菩萨戒 那这样我们这几天 就没有浪费 也没有浪费我们 忘记是花了这么多的人事力 也没有浪费 外面那个光头 留个胡子的煮饭给我们吃 他也煮得很痛苦 你们也吃得很痛苦 因为我们互相有因缘 所以这个就是缘分 所以以后你们进厨房 哈啰 谢谢 明天会更好吃 但是如果你还是干到过去的夜报 明天会更难吃 原来万法唯心照 但是你要了解这个都有他的因缘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谁不起心动念 谁赢 唯有平静 慈悲 各位抓住这个窍诀 唯有平静 慈悲 一点都不执着 只充满了爱 这样就好了 随时保持这个 为了达到这个 所以念佛 慈重 所以讲的就是空性与大悲 这样而已 你知道为了这个动机 所以我们要来受解 好不好 不然你头发剪一次 然后再留起来再剪 你剪一百次也没用 就像一只羊一辈子吃素 也不会升天 因为你不了解吃素 为什么要吃素 因为大家都吃素 吃素是为了健康 这不是佛教的理由 吃素是为了慈悲 没有别的理由 吃不好也要吃 因为慈悲 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 吃素还要跳 好不好吃 所以显然我们这一群人 过去都吃得太好了 现在要消消业障 所以你要把很多事情都转过佛法来修行 出家之人 虽高超鼠表 为事福田 礼乐常情 不拜君王 不拜父母 然父母身如 养育恩生 如当起立 专精拜祠 此之一拜 为最后拜也 我想这一段非常感动 一般如果父母在场 那我们真心要出家去拜 父母一定哭 因为他对我们养育的 恩这么深 用情这么深 所以要看我们离开就不容易 所以出家之人 现了外表 所以高超鼠表 超过世间 但是出家人是世间的福田 各位这个要记住 出家人是世间的福田 那菩萨部分在家出家 更是所有世间的福田 简单的说 你一个人来到印尼 你都要想 整个印尼靠我了 印尼的整个国泰民安 这些山河大地 所有人类有情 都靠着我们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不能不出来 这一不出来 整个地球世界就完了 所以一个修行人 部分在家出家 特别菩萨道 要有这个想法 不是说 今天你狠心 离开你先生太太或儿女 而是世间太苦 像基督这句话 哪一天各位 你真的想出家的时候 你是想到世间的苦 而且你痛在心里 你要一一的去灭火 一一的去帮助他们离苦 而不是这一辈子 而是尽无量式的轮回 虽然我们现在是凡夫 你也要帮助众生 从凡夫帮到成佛都在帮 只是心态不一样而已 只是你现在必须 透过帮众生 来消除自己的烦恼 我执 这个叫福心菩提 你要帮一辈子 你帮还被骂 还被砍 还被杀 还被烧 你都不能退 为什么 通过众生 降服你的这个 心态 我执法执 但是你不是说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是 等我成就了 才来帮众生 那是错误的观念 你现在就要去做了 不管各种方法 你都要去绑 从这里面 来累积 来消业障 来消除我之 来跟对方结善缘 而不是说 等到我有钱再去布施 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因为你一发心 那就像说 整个印尼两亿人 只有一个救火炎 你就是那唯一的那一个 只有你懂 整个印尼人都在生病 只有你一个人是有 医生 你要跑到死 死了再来 所以叫福田 为世间福田 当然如果不站在菩萨道 光一个有道德的人 持戒的人 也是世间的福田 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 住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整个就会有进化 所以既然是 为世福田 那礼仪要超过世间 因为你比国王还大 因为国王是管一国之地 但是一个出家人 是世间的福田 那世间的福田 不能去礼拜国王 所以父母是生我们的 但是我们既然出家了 我们也成为父母的福田 所以在家你可以拜 出家就不拜 这个意思 所以 但是父母生我们 养育恩生 所以在出家以前 如当其立 专精拜祠 但是呢 祠子一拜 为最后拜 当然很多人问我说 海涛法师 你爸爸妈妈 往生的拜不拜 当然拜 在我出家前拜 在他死亡以后 我又拜 事实上 在我妈妈还没有往生 我爸爸 我到了房间我就拜 只是在他别人面前 我就不这么做 因为我外表还是出家人 但是因为 对父母 我把他当作众生 每一个众生 都是我礼拜的对象 也来感恩他 没有父母的这个生老病死 你就不会开悟 因为大部分 我们汉人出家 都是为父母而出家的 因为父母的种种的苦 让我们体悟了 世间的情所 太苦太苦 唯有慈悲 唯有菩提心 才是可以快乐 所以我经常超度情在在主 我都这样跟他讲得很清楚 这个情啊 一直追一直追 所以你也苦 对方也苦 所以甚至我碰过几个自杀亡魂 他恨恨那个男人 执着在那个地方 各位你一个人要度一个众生 你心态要真实有 你才可以度他 如果你心态没有 你就度不了他 如果各位你真实要度众生 如果你心中还有情爱 你就度不了他 所以为了要帮助对方 自己要达到 尽量地达到那个状态 你能够越圆满那个状态 利益众生的量就越大 功德就越大 不然对这些因情而死的 因恨而死的 这个爱跟恨而死的 就很难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身上冤心在所 永远超度不了 因为你自己没办法 但是没办法 没关系 赶快找战日法师 赶快找战日法师 因为他们如果真实断了情爱 他就可以用他的心 去感动对方 就这个意思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各位要抓住这个 你真的是要利益众生 你自己要放下 你才能用你的心 去感动对方 不然的话 你离开我 你离开我 我下回再去找谈恋爱 因为有些人跟我说 他结不了婚 如何如何如何 因为他身上有个情在在主 但是他就超度不了他 但是我们只能说 那你就手把弯在戒 那段时间完全的断离 为了他 那以后再说 你这个念头都不要让对方知道 因为真实的想要帮助他 但是佛教绝对不会告诉你 这样你再去谈恋爱 因为太苦了 你还不如保持一个原情态在主 挡你让你结婚了婚 因为那个是很苦的 那佛教这样比喻 这个不实际的东西 你就不要一直抓着他 特别头发 下回我带各位去泰国出家 短期出家 踢眉毛 有些人这样 不去了 踢眉毛 这个一辈子的 泰国这个更狠 因为他要毁容 所以 当早生厌患脱离生死 特别对女孩子这一点实在不容易 你说今天男生里头很容易 就结束了 对不对 女生 我考虑好久 甚至 女生也不是光考虑 师父现在就理 还不行 观察两年再说吧 因为实在不容易 真的 我到今天为止 很多女众出家都出家 我看她们出家 我觉得不太容易 因为有时候人的心中 总而放在一块某一些东西 这个叫什么 女人心 什么 海底有针 我砸死人了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 当然这个形容就是说 如果你身为女性 本来就是这个你要承认 因为欲望执着多了才会身为女性 这一点一定要很强调 自己去告诉自己 但是你要是身为这位女性 就是希望别人爱上我 多看我两眼 甚至各位都知道 一般的女性穿得很漂亮 她就要站在一个角落 让你要看到她 这叫阴魂不散 怎么左边各边都看到你 因为她就执着一个外表 你有没有看到我 你的眼睛有没有跟我看到我 这个事实上这些都是假的 但是她认为这些东西 是她吸引对方 也是被认同的一个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抓得很清楚 所谓这个毛发灯我们叫36不清净 各位还是要老实修 老实修 以前我们都要背 从毛发灯 然后头皮一直背背 每个东西都是最脏的 最可怕的 会随时让你病的 没有一样东西 要这样不断的看 要36不清净的 不尽管 从外而内 在阿汗经里面都有 所以它随时让你痛苦 所以要有这个厌患心脱离生死 没有一个佛是在家成道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 早就成佛 他还要视线一次给我们看 出家才可以成道 这些祖师大德 哪有说娶个老婆 嫁个老公来度人的 没有了 现在因为藏传佛教 在这个末法时期 在家多 在家出家混在一起 所以有一点造成末法现象 有一点造成社会 也说对也说不对 因为到底是什么是什么 搞不清楚了 这个也不是很好 但是如果按照汉传佛教 你是不可能有懒着 而去度众生的 每一个佛都是这样 出家成道 历代祖师也有这样子的 修行 不污染这个世间的各种因缘 才能够成为修行的 那是大乘的法器 所以女人能够发菩提心 叫大丈夫 男人发不起菩提心 叫小女人 当然不是侮辱女人 这是世间的讲法 意思是说男女都可以的 所以这里面各位既然放下 世俗归一 十方佛要来普度众生 所以赞参 阿瑟丽和尚 赞叹我们是大丈夫 各位确定了解万法变化无常 放下世间的变化无常 进入极静的心灵境界 稀有难失忆 真是不可失忆 我希望各位多去思维这个 哪一天你就会找到真实出家的意义在哪里 那个时候能够去出家 对整个佛法 对众生 对自己都会有帮助的 佛陀体悟的法 非常的激进 但是为了方便 怎么去说 所以佛陀要思维怎么去说 讲出了四圣体 八正道十二因缘法 来帮助这些想离苦解脱者 所以当然就像阿弥陀佛 虽然成佛 但是要度众生 那叫思维五节 用什么样最方便的方法 可以快速度众生 就像现在电脑手机一样 发明了这样 所以销路很好 那所以万法各位都要 去思维怎么样 就像这样一个仪轨 为什么要 这个仪轨的目的在哪里 对我们的目的在哪里 祖师大德这样编得非常圆满 那各位你就按照这样去 去修行 你可以把这个仪轨天天捏一遍 当作修行 我想要出家了 那你可能这个仪轨 至少要念个一千零八遍 或甚至至少念个一年 每天念一遍 让自己不断的去思维 思维思维 我为什么要出家 甚至不想出家 都你去体悟到这里面 你自然就会想要出家 而且要知道怎么发心 所以对我来讲 我个人能够真实剔头出家 我那时候就感觉 那是几百万节 我终于又回到我本来面目了 我本西方一纳子 为何身在帝王家 所以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 就算成功了又怎么样 还是苦 所以那个时候 所以对我来讲 我那时候想要出家 死了我都要出家 我只要理个矿头 穿个衣服 一秒钟有出离心 我生命就有意义了 死了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能够活着 我们就尽量去推广 简单的自己会的佛法 因为对别人 哪怕对一只小蚂蚁 有帮助都可以 不再追求高跟低 所以因为你已经找到了 那个点就不要放下 你已经找到那个点 能够把这个不清静的身体 化为一个三宝的 生且的形象 那功德多大 那福报多大 就像我们前面几位男众 李光头 他李一天做一世皇帝 各位鼓掌一下 两天两世皇帝 三天三世皇帝 至少他们下辈做七遍皇帝 你不要去做皇后 所以因为他献出这个像 把木头雕坑佛像 木头指不指钱 本来是在踏木板把它叼成形象 所以外表也有功德 所以这也是一种 我们这个生命能够让父母得到功德的 所以能够正式出家 那当然是很大的福报 从今天以后 割爱无所亲 无所亲是道人无亲 道人无情 那是爱一切 这种记住 道人无情 却爱一切 如果你心里还希望某人对你好一点 对你多看两眼 那你小心 你没有处理下 我们是对所有的人都要去关心他 但自己却无所执着 放弃世俗的家 去弘扬佛法 还要发愿 愿度一切人 愿度一切众生 这样大家用这样的心观想 各位女生都观想你一败下去 头发掉光光 好不好 自然掉 老了 要这样观想 今天晚上洗澡 快抓着 抓一把下来 可以出家了 经常这样观修 发愿 如果你的愿正确 保证出家 连四大天王都要安排你出家 他这样可以升更高的天 所以因为 很多天神都看过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离现在不过两千五百多年 小小个四大天王都九百万年的寿命 所以他们都见过出家 见过佛陀 所以他们知道出家的功德 所以在末法还有人愿意出家 他们非常的赞叹 所以他就会想尽办法 只要你心态正确 他一定会护持你到最圆满的地方出家 最恰当的时间出家 这一点你要相信 你只要愿意经常这样 观修发愿 这个过去我们邪见 认为有一个我 我的身体 爱情 快乐 这个是邪见 成功 做住持 好像认为有个东西 你抓到了很实在 这个都是邪见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保自己的邪见 什么意思 我值 很多人用自己的想法去对对错错 那个是邪见 甚至法治也是邪见 但是各位你要翻邪归一 真正的依止三宝 视依佛为师 视血法障 视同身海 所以各位要依止十方诸佛 真心的依止 就像我那天讲的 把心 把生命交给本师释迦牟尼佛 交给阿弥陀佛 完完全全 没有 没有个人的想法 这样去观照自己的心 不能够离开佛 那既然以佛为师 那各位不能懒惰 视血法障 像如果你想要出家 很多人问我出家干嘛 那我说你先看经典 华颜经 法华经 令言经 你都要看 这些大乘的经典 能够深入 进一步呢 阿含经这些都要看 经看完要看论 因为你没有学佛法 那你怎么知道佛法是什么 那是你不要埋在里面就出不来 意思是说 学以自用 视同身海 那各位要 把自己融入于生且大海 我是生且的一分子 然后呢 我所做的一切行为 都会影响所有出家人 所以我要成为 生且的模范一样 别人看到我代表所有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 刚出家就穿这个 这是脚绑起来而已 这个叫中挂 所以就融入在这里面 不要跟人家比高比低 生是清静和和的意思 大家就融入里面 你是皇帝 你是妓女 这个都不用 不用骄傲 也不用自卑了 融入于妓女 这个深海里面 大家平等 都在修行 叫六合静 经典说 一日一夜 短期出家 得二十小节 不堕落三恶道 而且有人天福报 能够以初离心 短期出家 一日一夜 六十小节 富贵自在 如果能够真心的发菩提心 两百万节 所以各位 一天可以成就两百万节的 富贵自在 那当然 我们是把所有的富贵自在 是要回向给众生 供养给众生 所以懂得修行的一天 跟不懂得修行的一天 是不一样的 但是外表大家一样 但是心态 不一样 所以就像我而言 我发心出家了 我知道很难 但是我心不会变 所以在家那两年 对我来讲很宝贵 甚至我在家的两年 比现在出家二十年 功德都还大 因为很精进 当然那时候是对自己 我每天打坐 忏悔 看经典 所以 非常严谨 因为那个时候有惭愧心 而且是在那种环境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我下辈子 又去做事业 我还是会用这种心态去做 因为无所求 只是因为借这个去度众生 去接近众生 但对他的成功与失败 就随缘 因为失败也是修行 我想生老病死 修行不是不会老 不会病 不会死 而是生老病死 他保持极尽跟慈悲 所以我们说 那是老修行 重点在这个心态 所以各位一定要利用 现在开始懂佛法 去培养这种心态 所以当然我们是强调 出离心是为了成就菩提心 离开了出离心 就不可能会有菩提心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 这个心界最重要 更何况在外表上 大家有真实守戒 短短的六七天 各位如果你好好的持戒 你已经进入圣人之中 出国 恶国 三国 四国 所以进一步还可以追求 成佛的果位 所以这个叫进入三寸的果位 身闻言觉菩萨 这个是最重要 那这个不会骄傲 这没什么好骄傲 世间做会长 做董事长才有效 这个只是一种责任 也是自己的福报 各位高不高兴啊 高兴 高兴 自己能够懂佛法 懂得出离心 都高兴 而且不会再去执着 爱情 地位 随缘 你反而不执着 处理得更好 老实说啦 像你现在有处理心 假设有 你太太有外遇 你先生有外遇 你不会生气 因为你只是同情她 你不是讨厌她 你只是同情她 慢慢引导她 你也不会跟她吵架 因为你有处理心 哪里会吃醋啊 对不对 也没好生气 而且你对外面那个女生 那个小王 你也是同情她 借机会跟她喝咖啡 聊佛法吧 因为他们在追求这个世间 爱情偷偷摸摸 也很苦的 对不对 对你来讲你怎么会 所以各位你问问 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处理心 问这个就知道了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事情 你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你跟你女儿要吵架 跟你妈妈要吵架 跟你婆婆要吵架 跟你先生太太要吵架 这个完全没处理心的人 所以各位要知道 处理心的味道是什么 因为不懒着一切 不懒就是不爱也不恨 他可以接受 这个才叫处理心 所以当境界来了 你想要生气 想要骂人 想要批评的时候 你赶快 赶快念佛 这个叫修行 我喜欢 不要开口去骂人 或是用眼神去瞪人 这不要的 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像我这个人 我比较内向 老实说 现在在台上我会讲 你叫我去台下 我都像龟孙子一样 就跑掉了 师父 嘣 我就跑掉了 因为 找我的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我都说 你找我们法师就好了 我是个人很内向的 很怕受伤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因为我不太谈世间的事情 所以 因为 修行就是修行 当然 如果你要问佛法 你可以当众问 都无所谓 但是 这也没什么 但是 我还好是因为 我还会知道别人想什么 所以有时候要问我 他还没开口 我就跑掉了 这不用问 所以 只是我在内心里面 我不喜欢 攀缘 世间的缘 我不喜欢 因为我只是觉得 太多事情要做了 要去利益众生 有利益众生的事情 可以了 其他的 有些事情 不用 找到我 你可以跟别人聊一聊 那你要找我 我发菩提心 来吧 但是你也不能骗我 有没有发菩提心 我看你也知道 所以 要的是真心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要让自己 得入圣种 勘招佛位 那是你的动机 你已经决心这么做 虽然我现在 癌症 剩下两年就要死了 半年就要死了 全身是病 然后穷的要死 你依然可以成为圣种 对吗 这个跟你现在的外表地位 没关系 所以各位 你修行一定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 这样就好了 今天就算 海盗法师被逼还俗 然后去扫垃圾 去清水 我还是笑笑的 因为 这跟我修行没有妨害 修行是在我内心完成的 每天帮人家倒倒大便清垃圾 这也是功德 所以 一样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所以我现在每天 我对厕所都很好的 我每天就拿个好吃的 大小阴众生 哄啊哄 发菩提心 这样 我看厕所以后一定会对我很好 因为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对它很好 因为你是用佛法 佛法不是在做给人看的 佛法师24小时都用佛法 这个得入圣种 你要让蚂蚁都看得起你 你要让一个小鬼都看得起你 因为你的心在一个 出离心 悲心 佛教的四种真上心 再念一下 来 因果心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并不是有后面就没前面 因果心是基本 在外表形象是断恶修善 但是却不执着 为了众生 为了成佛 所以 但是它的基本 当然你要大悲菩提心 缘 还有一个空性 要一个空心 好 那各位呢 希望你们大家都真实得到这个 借体 在你的 虽然你外表没有长期出家 在你心里就得到了 好不好 如果你这一次回去一段时间 我看你像出家人 你成功了 出家人要有出家人的 威仪给人家感受 这么干净 这么放下 这么自在 你也不能一天 这么紧张兮兮的 虽然没有做坏事 还紧张兮兮的 或是随时想要爆发生气的样子 那个都不算 或是有忧郁症 那也很难修 因为自在 随缘 自在 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要抓到这个重点 我记得 我记得我受三坛大戒的时候 在高雄庙通市 受戒 那么到了晚上 当然宣布是过五不时 结果呢 哇 跑出来 都是牛奶面包 我那时候就想 哎呦 这些老法是真慈悲 因为年轻人 所以 真正利益众生比较重要 所以 爱喝牛奶就喝牛奶 爱吃面包的就吃面包 不吃的就不要吃 但是大家 和谐相处 所以 这是一种 很 很体贴对方的 方法 大称佛教啊 就是不能硬 大称佛教的路道之门 叫柔软心 那身文称 它就比较硬 很硬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因为我不能迫害到 我的戒律 免得妨害我解脱 那大称佛教 就是配合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 非常非常的柔软 但是我以前 刚去斯里兰卡 我以前常去 经常被骂 他说你们汉人 意思是说 我们台湾人 为什么拜 拜有头发的呢 我都听不清楚 你们为什么拜女人 有头发的呢 我想说你在讲观音菩萨 他说对啊 那我只能说 我说你们不认识他 你要是认识 你就不会这么说 这是他们可惜的地方 如果他了解观音菩萨 早就成佛来视线 那就不一样了 后来他们还给我说 你们不但拜女人 还把经典拿来拜 经典是拿来读的 怎么拿来拜 我想为什么 原来我们在拜水灿啊 他们说我们在拜经典 这个就是 在南传佛教 很硬 但是他却不了解 他也不愿意去了解 如果他了解 大乘佛教的书生 他也会去修大乘佛教 问题就是有个骄傲 傲慢 认为自己是对的 而看别人不对的 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 大乘经典说 小小戒可以舍 一切要想着众生 所以如果你一离开了 一舍弃众生 就入魔 入魔障 所以当然这个 持武也好 这一点 如果你持武 那是个人的因缘 但是千万不要去看不起 不持武的人 不要去 因为人家的功德 搞不好比你大 因为他是站在 入室的立场 就像观音菩萨 这个意思吧 修行佛法很重要 善知识非常重要 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 观念 修学佛法道场也很重要 这个道场清不清净 动机正不正确 这个道场是属于出离心的 那他是不是真出离 这个道场是大乘佛教 修慈悲心的 他慈不慈悲 这个要分清楚 那这个道场清净跟慈悲 是按照那个善知识 这里面的注重 是不是符合这个心态 所以当然还有一点 现在很多人修秘宗 秘宗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动机错 反而弄错了 或是心里认为 修秘宗比汉传佛教的经典还好 这个更是大错特错 因为经典是佛亲口所说 论不过是主师大德 主师大德怎么跟佛比 要这样看 但是很多人因为修了秘宗 却不看经典 那就很可惜 但是我认为汉人很有福报 因为我们汉人 懂得汉语看经典 那你又修修秘宗的精髓 那不是很好 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偏一边 或是说你是汉人 你会看经典 但是秘宗的精髓 这些语鬼 你不想学 那好可惜 因为现在很多人 很喜欢念 我妈你别别哄 我大力度大力度的说 透过这样可以让他懂佛法 也得到三宝的加持 为什么要反对 不需要 就像各位听安妮这样唱 快不快乐 发愿要学 好不好 只要你有去受过 世生法的观点 到处都有在传 那你就可以学吧 我现在最大的目的是 把它转成中文 用中文来唱念 而且会很专心 也会不能敲锁 对不对 让自己很专心 所以在不单他们超度 不是念阿弥陀佛 他们超度就是念世生法 把这个往生者 刚往生的尸体 观想 布施给众生 让他做功德 然后在西藏 再把他拿去做天藏 真正的尸身 让他有这个福报 去极乐世界 所以对我们 不需要排斥 我们要去了解 了解 所以所谓的良师 我必须告诉各位 如果这一位师父 排斥南传佛教 或排斥汉传佛教 或是排斥密宗 你都要小心 因为他的眼界不够宽 所以也不能叫善知识 一个善知识对他来讲 万法是平等的 世间法也是佛法 世间法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可以把世间法做成佛法 因为不能执着 有这个法治 有这个高跟低 或是看不起别人的教派 我修行 他已经落入一个不好的 所以各位要 念一下 依法不依人 我们去清净良师 是因为他这个法 而不是他这个人 我发觉很多人很喜欢 我的师父是谁 我一辈子就是谁 我其他也不改 反正就是这样 那你很可惜 非常可惜 因为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善知识 他们身上有太多的优点 所以阿提侠尊者都说 他有147个善知识 环音经要叫善才童子 至少要清净53个善知识 这样你才可以成佛 你不是不要感情倾向 这一点我发觉很多 修藏传佛教 有一点这种感情倾向 这样子我认为他不出去 他就没办法广力众生 就在他们团体里面 在那边绕啊绕啊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所以既然讲到当一良师 那我们要知道 良师有很多 虽然你跟我不同教派 你符合良师的资格 我更要亲近你 知道吗 因为这个世界上 我们找良师也是为当众想 虽然我没办法学这么多 但是帮众生找到善知识 让众生去亲近他 那是应该的 而不能说你亲近我师父就好 你亲近我上师就好 这个又有门派观念了 这就是眼睛不往外看 这也是个傲慢 这个世界一定有很多善知识 我们是要介绍善知识给众生 而不是你喜欢 你有缘没缘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抓住 所以要勤求解脱 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轮回是苦啊 所以解脱才是真正的平静啊 生命的意义 谁希望苦呢 所以不要再去追求苦 千万不要造恶业 乃至前面这十条戒 不能破掉 这样你就 生前的伦理唯一就被我们伤害了 自争苦业 造了痛苦的恶业 常记此语 以智侧情 所以人要有一个责任感 进一步对外要有个使命感 虽然我是个三宝弟子 我一定要做三宝弟子的样子 在任何时间 我可以骂他 但是我是三宝弟子 不行 要保持威仪 保持慈悲 因为我这个三宝弟子去骂人 别人就会看不起三宝弟子 是吧 那这样不是伤害了 所以各位你们这几天 记住哦 虽然来来去去 印尼人没多少个 你要表现好一点 他们印尼人看 嗯 嗯 嗯 不错 对不对 不错 各位表现好 搞不好明天就夹菜了 对不对 人家 这群人还不错 对不对 所以 那 就是一定要时时刻刻知道 也要让三宝 我刚刚有跟各位讲 旁边这些三惊鬼 媚一大堆眼睛瞪的 这批人在干嘛 你又让他们看到古时候的出家人 因为这个四水爪哇一带 以前都是佛教徒 现在很多乡下还是保留很虔诚的佛教徒 那我们要表现注意佛教徒的慈悲啊 柔软啊 所以善待对方 所以去感动对方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豹子夫妇 在山林里生活着一对恩爱的豹子夫妇 他们经常结伴在山林里捕猎 但是随着小豹子的诞生 捕猎的任务就落在了公豹的身上 这场雨已经下了两天了 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妈妈 我肚子好饿哦 妈妈 我也是哦 肚子都咕噜咕噜的叫的 你们可真贪吃啊 现在妈妈的奶水 竟然都不够你们吃了 这几天都没有补到什么像样的猎物 你好久没吃饱了 自然不会有奶水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要出去给你找点食物 吃饱了 你的奶水才会充足的 孩子才不会挨饿的 老公 下着雨 你去哪里找食物啊 还是等雨停了再说吧 不然一些猎物也都会躲起来 不会出来的 还是出去碰碰运气吧 我饿几天没关系 你和我们的孩子可不能挨饿的 现在宝贝们也好几天没吃饱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食物的 然而公豹在山林里寻找了徐景 也没有发现猎物 为了捕猎到食物 他只有冒险朝着山林边缘 人类活动的区域走去 希望能在这里抓到猎物 不然老婆和小孩都还会挨饿的 哎呀 我怎么走到这里了 小时候我的父母一直告诫我 不能借进人类的地盘 因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敌人 是小羊的叫声 太棒了 终于有吃的了 这是一只人类饲养的小羊 这么说我距离人类已经非常近了 可要赶快离开这里 要是被人类发现了 那可就危险了 哎呀 怎么会这样 好痛啊 哎呀 怎么会这样 如果被人类发现的话 我可就死定了 不行 我要活下去 我的妻子和孩子 还在等着我带食物回去呢 我一定要活下去 求生欲望极强的公报 狠下心将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 硬生生的咬断了 然后叼起小羊 靠三只脚缓慢的向前行 妈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肚子好饿哦 是啊 爸爸快回来了吗 我快饿扁了 我的宝贝不要着急 爸爸很快就会回来的 有了食物我就能产奶给你们喝了 啊 老公 你怎么了 你的腿 你的腿怎么断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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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月后 公报腿上的伤口 基本上已经痊愈了 不过 只剩下三条腿的她 已经没有办法 捕捉到猎物了 因此 捕猎的任务 就落到了母抱身上 老公 你在这里照顾我们的孩子 我去找食物回来吃 老婆 真是太对不起了 你从生下宝宝后 身体一直没恢复 原本 你应该在这里休养的 可是现在 却让你外出去捕猎 真是太对不起了 没关系的 不要忘记了 我也是很优秀的捕猎者哦 是啊 过去你 的确是一位很优秀的捕猎者 可现在 你的身体太差了 这一阵子 你只是偶尔能捕捉到野兔 可是一只野兔哪里够我们全家吃啊 哎 我现在不但不能帮你 反倒成了累赘 真是造成你太大的负担了 爸爸 妈妈出去不练 何时才会回来呢 是啊 妈妈快回来了吗 我肚子好饿哦 宝贝们 我知道你们饿了 再忍耐一下 妈妈很快就回来了 哎 捕猎的工作 原本是我去做的才对 你们的妈妈 应该一直守在你们身边的 老婆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不会是说什么危险了吧 真是让人担心呢 老公 我只找到了这个 没关系的 老婆你辛苦了 有东西吃就好 宝贝们 你们饿了吧 来 过来吃奶吧 她这是从 秃鹰嘴里抢来的腐肉啊 如果不是实在没有办法 她怎么会这样做啊 哎 我真的是很没有用啊 没有办法 帮忙这个家 反而造成老婆这么大的负担 母豹在外出捕猎的时候 被一只花斑公豹看到了 她对这只母豹一见钟情 每天都会在洞外不远处 发出阵阵叫声 我已经没有办法捕猎了 你应该重新找一个健康的丈夫 那样你就可以轻松一点 也能更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老公 你不要胡思乱想 我不会丢下你的 我们曾经是这么的恩爱的 况且你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出去捕猎才被夹断一只脚的 现在我身体已经恢复很多了 你不用担心的 但是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你又要照顾孩子 又要出去捕猎 实在太辛苦了 老公 你不用挂心 现在我的身体真的已经完全康复了 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成问题了 老公 你就在这里照顾着孩子吧 我今天去给你们带回一头新鲜的猎物来吃 让大家都吃得饱的 你进来吧 我有话想对你说 哦 真是奇怪 你竟然让你老婆外出捕猎 而你却留在洞里 你知道她在外面捕猎有多辛苦吗 我当然知道 我也知道在外捕猎是非常危险的 既然你都知道 为什么还让她外出捕猎 我也是没有办法 啊 你断了一条腿 是的 我没有办法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了 嘿嘿 你的妻子和孩子我能替你照顾 不过你得离开这里 我总不能连你也照顾吧 哦 你说的对 我走 我离开这里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母子 不然 我不会放过你的 啊 你想干什么 赶快离开我们的家 你丈夫说了 她自愿离开这里 以后我们俩就生活在这里了 滚 给我离开这里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啊 嗯 好吧 我走 真不懂你 为什么愿意守着这个废物 是啊 我现在就是个废物 老公 你不能这样说 我们的孩子需要你 我也需要你 你在我的眼中 可是非常棒的 绝对不是废物的 嗯 嗯 可是现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了 他们也需要吃食物 你要捕猎的食物将会更多 如果没有人帮你的话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你看 我今天不是就抓到了一只羊吗 这只羊足够我们一家人饱餐一顿了 熬过这段时间 我们的孩子大了 他们就会帮我一起出去捕猎的 来 快来吃吧 不要想太多的 啊 这是人类饲养的羊 怎么 你去了人类的地盘了 那里很危险 你不能去那里 没关系的 你不要替我担心 我会自己注意安全的 嗯 公豹自己就是被人类布置的捕兽夹 夹上了后腿 因此他深知这一点 母豹去人类那里捕猎羊 那就是在玩火自焚 等于在向火坑里跳 因为人类丢掉了家处 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啊 老婆又去人类那里 这样下去早晚会出事 这下该怎么办呢 老公 你在发什么呆呀 赶快吃吧 不行 我要想办法阻止 他这种危险的行为才行 哦 这是什么声音 人类 人类已经开始寻找我们了 我绝不会让人类伤害你们的 绝对不会的 最近我们的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野兽叼走 真是太可恶了 是啊 所以我准备了猎羊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这么可恶 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偷我们的羊 我想应该是豹吧 前一阵子我们设的不受夹 不就夹住了一只豹吗 结果那家伙竟然咬断了自己的腿跑掉了 我们这里有豹出没 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现在他只吃羊 以后搞不好就要吃人了 所以我们要除掉他才行 明天我们就多召集一些人进山围捕他 哎呀 怎么回事 难道那只豹又来了 来得正好 靠今天一定要将它打死的 果然是那只断了腿的豹干的 我看你今天往哪里跑 人类打死了我 就不会再让我妻子的麻烦了 我想我死了 我的妻子应该会接到那只花瓣豹子吧 那个家伙是个捕猎高手 他会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的 只要我就足够了